全网最有用的绿色衬布画法 话不多说先起行 扑色前光影投影关系找一找 绿色衬布调色方法 大白加拿黄加浅灰蓝 加肉色加黄绿加香水 百合加蛋绿加蛋黄加嫩黄 扑色用笔要放松 衬布颜色要有层次变化 越往后越虚越弱 左右两边推空间 加重色草绿加胺蓝绿 加肚黄加橘黄加褶石 调低明度卡两边虚中间 往旁边走变弱变虚变灰 前十后绿主要物体投影要石 次要物体投影要虚 不完投影要弱于盘子投影 增加层次感 衬布的厚度越往后越弱越虚 加褶石加情朗蓝 降低明度和蠢度 衬布的暗部体积速度要清晰 注意颜色变化要光度 衬布的小灰面控制好明度变化 找一下浅灰面 加蛋绿加肚黄加橘黄加蛋紫 增加布纹的层次 注意要灰不要时 多找点笔触 主布纹体量控制好明度的变化 注意大小笔交替使用 注意笔触变化往后走变灰 最后用勾线笔破破形 这样一个高分绿色衬布就化好了 赶紧收藏加关注